哈喽大家好 很抱歉啊 这个因为我们这 以前网络挺好的 估计是遭到有人攻击破坏了 近来一直网络都不太好 所以直播的效果非常差 因此就 现在改成录播 录完了以后再上团 现在看起来非常清晰 应该没问题了 我们再从头开始讲吧 从美国之内制作第一部分开始讲 而且我们已经在和 相关部门协商 给网络换成 直连的光纤 扩容的可能会好很多 1000兆的 应该会好很多吧 那我们还是先从开始 最基本的讲起吧 美国的这个 我要用同时用两个 好一点 两个屏幕 一个要看参考资料 这个美国大家都知道 它是一个总统制的国家 总统制的政治制度 什么是总统制的 它就是和很多国家不一样 它不是议会制 也不是王室制 所以就是总统的权力是 它是独占行政权一支的 这叫单一行政权 不像有的国家是半总统制 就总统和总理分权 它也不是 然后他们总统是人民选举 就是直选 但是它这个涉及到有一个中间 有一个选举人 选举人团制度 我长期没说汉语的 有些就说不清楚 在墙上带着这个 牙哭 有些翻译目标准 然后它那个总统的行政职务 在任期内不得被解雇 这特殊情况出来 那就是弹劾 后面会讲到的 然后总统呢 不得解散议会 这就是它几个重要的特点 然后这后面 都会详细分析 然后我们先讲这个宪法 这个问题不太大吧 偏一点 宪法是它的根源 是1776年的独立宣言 它是1776年的7月4日 宣布的 现在是7月4日国家的 国庆日 国庆假日 就是那天我们的 英雄董姚琼小姐 给我们的共产党首领 习近平 独裁政党的首领 波拉莫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日期 然后就是主要作者是作者 他独立宣言的主要作者 是托马斯·杰威逊 这个后面会提到的 他这个是南方种植原主 这个很有意思 他维持 他到时候 他维持这个南方种植原主 对奴隶的非人道的剥削 压迫 但是他 他也是独立宣言的作者 所以他追求的更多是 他们种植原主的利益 独立宣言 他们后来没有写进宪法 他不是宪法的一部分 但是确实是政治思想 美国政治思想的价值基础 他是自然权 自然权性质的 自由权概念 就是人人生而自由 他这个不相当于 以前很早以前 那个 梵立刚的 罗马教廷的学者 神学者 他们 托马斯·凤·奎因 他们当时也有 这是大家可能不知道 他在中世纪 或者是以前的 教廷里面 他也有 思想家 他也是在哲学史上 也有地位的 他也宣扬自由主义 但是他的自由主义 是神权授予的 就是神授予人自由意志 现在很多中国的 基督徒也经常讲 神给他你自由意志 你可以自由决定 但是最终由神审判 这个相对于当时的 教皇绝对权威 来说是一个进步 但是他有很大的局限性 毕竟他当时 托马斯·凤·奎因 也是一个大主教 所以也在教廷中 地位很高的 他可能也没脱离 那个局限性 我们不知道 他是不是有维护教廷 特权的私心 这个没法确定 但是因为君权神授的 或者是呢 当然他说是教皇 但那时候不是君 就侵犯人的自由了 因为他说 神授予人自由意志 竟然神授予人自由意志 神也可以授予教皇 教室 这些特权阶层来统治人民 邻居于人民之上 侵犯人民的权利 所以这个就是 跟自然性质的自由权 就完全两回事了 人人身而止 又是自然性质的 自然性质的 自然权性质的自由权 我现在就评论 你没有谁有权利 安排一个教庭 或者安排一些教室阶层 金字塔式 层层等级制的教室 教会 您要与人民之上 你看我刚到欧洲的时候 我就有一个感觉 各地教堂是最富力堂皇的 你想想在中世纪的时候 对人民的压迫是多大 跟那个时候 中国修外的长城一样 安排长城毕竟也就 一段长城 教廷各个城市 云特尔一个小城市 就有很多大教堂 很多还是在二战时候 被轰炸了 没了 但是还有很多教堂 而且这个 叫慕尼黑 中文翻译慕尼黑的一个教堂 他是在 很短的时间 但是那个书罪金 大家都知道 教廷说你有罪 你可以叫书罪金 很短的时间 是三年 就建起了 这个很惊讶的 当时一个教堂 有些城市的一个教堂 要建几十几百年 你看现在一个大教堂 西班牙大教堂 还在建 五个手指 什么家族教堂 我把你名字忘记了 几百年还在建 全部完成 你看教廷当时 对人民的波跌多严重 你看古代的电影 或者是你们查一下 古代的图现的画 穷人生活多苦 教皇子是经营堆积成山 这个是很大的进步 这个自由权性质的 人人生而平的自由权 这是一个 更本性的转变 就是他这个 自然权性质的自由权力 就是个体权力 和个人自治权不可剥夺 什么是个体权力呢 就是我个人的身体 个人的健康 财产 包括名义 这属于个体权力 然后个人自治权 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中国所说的自由 不是中国 这个最初是日本人翻译的 就是中文中所说的自由 最开始 我对这个也不是太理解 一直糊涂糊涂的 我们中国的教育 什么就是糊涂糊涂的 民可使游之 民可使游之 不可使知之 这是我们的 孔老二孔夫子先生 说的 这那些盲目尊儒的人 你不要在这骂我 我不揍你就是好的 我也不是宣扬恐怖主 宣扬暴力主 我真的对你们的愚昧和无知 和蛮横非常愤怒 我们上学他就 自由这个概念就很少提 只是在实施政策里面提过 什么国家主席毛毛毛 提到我们要建立法治民主自由的社会 什么是自由 甚至政治教科上说的 教科书上说的 自由那人不能太自由了 自由是自由自在想干什么干什么 侵犯社会集体利益了 这就不对了 自由当时我是在前年 在那个汉诺威大学 他们请我去做一个演讲 关于一个活动 关于人权的 我介绍中国的人权 然后他们就请我把那个 自由民主人权 自由人权民主写 然后我就写了 他们就很奇怪 很有意思 他指的第一个词文 这是什么意思 我说这就是自由 法语叫 德语叫 就是英语的 freedom 什么奇怪 就两个方块 就是代表自由 那第一个字是什么 这块 这个块是什么 我说这个字 就是自己 individual 单格的 自己 然后他说 第二个呢 第二个是油 油是什么呢 那我们上学的时候 没跟你讲过 所以我得想着 我想想这个古 汉语东 那个油 就是有一个意思 是决定 那就是自己决定 自己做自由意志 就是我想决定什么 这叫自由 当年日本翻译这个词 他们的汉学家 或者日本的语言学家 可能也费了很大的心思 我就知道这个自由 就是我自己决定 自己的一切 关于个人事务 当然你公共事务 设计的社会利益 你就不能随便 你要考虑别人的 叫什么 照顾社会利益 和别人的利益 自由决定 我是今天吃什么饭 穿什么衣服 买什么东西 然后你 甚至就更深入 我决定 我是个 我是信宗教 我说不信宗教 信什么宗教 然后我 我不知道翻译的汉语 哪个词最合适 就是我对宗教的 叫什么呢 就是操作 我怎么把它表现出来 我在什么地方 我怎么敬拜 我到哪里敬拜 这些 然后就是 还有我决定 我是不是同性恋 决定我的性别 我是天生的一个 生下的一个男人身体 或者一个女人身体 但是我 决不决定 我做个变性手术 或者是我虽然是男性 或者女性身体 但是我认为 我自己是另外一个性别 这就是个人自治领域 叫 自由 所以这个就是 很深入了 当然你有些保守主义者 可能不赞同我的话 这个你就需要去 学习学习 虽然你不赞同 这是你的自由 你有这个权利 但是你不能就此去攻击别人 也攻击我 只要不让我听到 不让我看到 也不让别人 也不转给我 也无所谓了 反正我不知道 但是你攻击我 在德国 德国的刑法 是可以管任何地方的 违法犯罪的 这是比较特殊的一点 德国的刑法 对这个诽谤 攻击 也处理非常严格 如果知道的话 我就要起诉你了 正好学法 你也经常需要一些实践经验 我准备去法院里面去见习 这挺好 顺便就把你们都给起诉了 那些五毛 那些毛走 愚蠢的 假伙们 愚蠢 暴躁的假伙们 然后就是 当时的独立宣言 它是政治上是反对独裁 和以英国王室的绝对分离 独裁我们大家都知道 你当时 英国是派了13个总督 分管13块殖民地在北美 这13块殖民地 实际上就是互相独立的 总督只对王室负责 只对英国朝廷负责 当时虽然是议会 叫议会主权制了 已经改革了 但是这些总督 还是名义上是向王室负责 他就绝对独裁 认为当时 殖民地是没有选票的 他们主要是抗议什么呢 无代表不纳税 因为英国议会里面 就没有他们的代表 想怎么收他税就怎么收 所以他们利益没法保障 所以他们就要求 就反对独裁 然后对英国王室的分离 这个大多数 当时北美的 殖民者或者这些移民 欧洲移民 他们并不是来自英国 英国毕竟小 很多人来自于其他国家 来自德语区的非常多 德语区的不光是德国 奥地利亚 瑞士一部分 还有北边的什么 河南 然后再往上的国家 他们都是泛日而漫娱 像我听他们的话 他们说慢一点 我仔细听也能听懂 然后他们的政府公文 也能看懂 那就相当于一个方言 他们之间的区别 语言的区别 比中国国内的 所谓的汉语之间的区别 小得多 你想你让我去听福建话 听广西话 他们的古汉语 古代千叶国家的人的话 我根本就听不懂 那他们的 运营那边 他们的有九个 每个字好像有九个声调 那我根本就是 四个声调 我们已经习惯了 你像我们老家 不是音频阳频上神去神 我们是频上去入 就跟普通话不一样的 也就是四个声调 普通话现在只有三个半声调 音频阳频 所以就你让我听他们 我就听不懂 但是你让我听 荷兰话呀 听那个北边一点的 挪威 河南的是最容易读的 挪威的他虽然也属于 他们以前 他也是日耳曼分支 但是他们后来 迁到斯坦迪纳维安 以后就改变了很多 所以他们之间的差别很小 所以当时去美国的 包括还有一些西班牙的 西班牙殖民主要是在南美 法国呀 这些 当时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历史 美国就是 他们成立联邦以后 他们还做到一次投校 全民公投 选择哪个语言作为国语 是英语还是德语 德国就49%多 选德语的 差不多就差一点就超过50% 那是完全另外一个事 当然对中国人来说 噩梦的德语比英语难得多了 但是如果你先学了英语再学德语就简单多了 因为英语德语是同一个祖宗 很多古英语现在很少用的单词 都是德语 比如schwein 你知道schwein是什么意思 我想很多人其实知道英语 它是很 现在没什么用 现在都是peak 猪 因为当时 英文后来成了 罗马的领地 为罗马战争 然后佛也战争了 他们很多词都强迫他们改变了 但是它基本上是morning 德语是morgen 很相亲 good 德语是good 所以就差别过得太大 然后就他们对英国王者当然没有任何感情 所以他们要求与英国王者绝对分离 然后就是1787年修宪的 这些后面会讲他们为什么修宪 就是以前他们是没有宪法 就没有成立一个联邦 是13个各自独立的国 合众 叫 叫 叫 合众国 中国合在一起 所以叫 美利坚合众国 然后他这个宪法是 清晰的反映了三决分离 就司法行政 逆法互不感受 而且互相监督 互相制约 然后 到后呢 现在已经有25项修正案 其中7项是关于组织性的条款 组织性的条款 就是如何 不知道这个中文应该怎么翻译 最特别具体 就是关于这个联邦的这个各种组织结构的设置啊 工作的划分的这些 就是organization方面的 然后就是由 而且他这个宪法也可以经由最高法院修改和法律解释 但是他就25项东西 很多是经过最高法修改和解释 确定了基本权力的 这个加拿大德国基本权力 德国宪法基本权力会讲的 这个非常重要的 这是人权和自由的基本保障 那现在我们讲宪法结构 它分多少个方面 这个 一个是前沿 很多宪法都有前沿 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我就不愿意称他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前面也大堆废话 什么我们共产 中国共产党 什么领导人民 那都是谎言 废话太多 他就在德语叫 Preamber 他就英语 也是同一个单词 但是发音不一样 就是 介绍 他在德国的前沿 介绍主要是说是 因为当时东西德不统一嘛 所以他们说 我们现在不称到我信 称到我基本法 等讲德统一了以后 再经过东德人民的统一 再修改 所以他就要体现民主原则 你不能我一半 西德人 虽然西德人占 绝大多数德国人口 地盘也大 但是他不能代表 把东德代表 美国的前沿 就是什么 天赋人权 什么什么 we people 什么什么的 什么在神的 什么什么 当然就局限性 提到神 这些就大家可以仔细看 这也不重要了 现在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然后第一条 就规定在立法权 这是最重要的 权力基础 然后第二条 就是行政 立法 立法法院需要行政来执行 然后第三条 就是司法 司法 一个是怎么贯彻 贯彻 内法第二个也要监督宪法 监督行政机构 所以就第三条 然后第四条 就是联邦条例 宪法是成立在联邦才制定的 所以就是联邦方面的事务 然后就是第五条 宪法修订程序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你不能说总统 或者谁 一句话就把宪法修改 这必须要有条 必须要有规定的 比方说 两院 参议院和众议院 这个宪法会提到的 我对这个名字的翻译也不太赞成 三个字多数同意 然后四分之三的周同意 然后才能批准 所以这叫 关于第五条 关于宪法修正程序 修定程序 然后第六条是规定的 这个也很重要 就是非常重要 就宪法是最高的法律依据 这个在所有的宪法中 你必须这样规定的 不然的话你宪法是最高法律依据的 最高法的依据你没有了 基本法的依据你没有了 那法官就可以随便抛弃宪法 引用一个与之相冲突的单独法律 特殊法律 或者是吧 比方说你 这个在法律上有一个原则 就是特殊 叫什么 优先于普遍 就是 就是 就是说 比方说你一个盗窃罪 普遍的规定 如果一个人犯了盗窃罪 判三年 但是这里面有盗窃 有特殊的盗窃罪 比方说盗窃中伤人 判五年 所以如果你在 你犯罪中有这特殊行为 你就适用这个特殊条款 所以你如果法官 你宪法中没有规定 宪法是最基本的法律 最高的法律律 他就可以说 我这个刑法规定 这个事可以 怎么样 怎么判 违背宪法的规定 那你就没有法律律 来限制法官 然后第七条是什么 就是批准宪法的程序 这个就现在不重要 它主要是当时 因为很多州参与 讨论制限会议嘛 你必须要有一个 法律规定 怎么样这个宪法 才算是得到批准 当时经过大家讨价还价的规定 是四分之三的州同意的 这个宪法就批准了 就可以在所有已经同意的州实行的 按说是在所有州实行的 因为当时它制定宪法 你大家还都处于同等地位 他接不接盟的问题 那十三个邦 或者合众国 十三个国 他都是平等独立的 他不同意 你就没法强行出兵战 所以最开始并不是所有 所有的十三个合众国 都签署了 都同意了 但是达到了四分之三 所以它正是生效了 当然有些就非常挽有 才通过 然后宪法休战 宪法休战是后来就出于 这也是人民抗争的结果 权力运动才加进去的 这个大家第一条 大家一定要知道 大家认为第一条是什么的 可能是以为第一条是持枪权 其实不是的 持枪权 在维护 在以前就是科技还不发达 维护法国 美国人民的权力 自由是非常重要的 但它并不是第一条 第一条是什么 第一条是宗教自由 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 和集会自由 然后一个就是情愿权 情愿权也很重要 这个后面说 宗教自由 当时他的这个宗教自由是什么呢 他的宪法上规定 就是说是 人人都有以自己的方式 敬拜上帝的权力 但是有限制 有局限 有他的局限性 因为当时他们所有的人都是基督徒 就是你不管是天主教 你是英国公教 或者是 叫什么 清教徒 福音派 你都可以有自己的方式来敬拜 但是他们敬拜 都是同一个上帝 但是现在已经扩展了 现在宗教自由 就是你信什么都可以 只要你不去 清海边 你信撒旦也可以 你信不是宗教的 你也可以 你信什么都可以 信仰自由了 你只要不杀了边 如果你信撒旦 你自己在家念念有词的礼拜 都可以 但是你如果去伤人杀人 那你就会被相应的 伤人罪杀人罪 甚至是恐怖戏罪 那受到起诉和审判 所以法道国家 文明国家是没有邪教罪的 他只是根据你具体犯的罪 刑事罪 来起诉和审判你 当然是然后就执行相应的审判 为什么呢 因为信仰它只是思想 思想是无罪的 这是基本的 你不能说 因为我信仰民主自由 我就有罪了 或者你信仰独裁也可以 你只要不去独裁 所以就是 为什么这些独裁国家 它要限制 它要制定 邪教罪限制人的宗教资源 因为宗教它 很容易就削弱 独裁统治者的威慑力了 因为宗教或者是信仰 它能把人们团结在一起 当然有少数人 它又就是那种迷信的人 它是能够感觉到 它其实是一种自我暗示 它能感觉到神给予它的勇气 和力量 其实这是一种心理作用 它是自己自卑 缺乏自信 它没法激励起自己的勇气和力量 当然它就需要一个潜意识 自我欺骗 但是大多数人 它有什么作用呢 宗教它把人弄在一起 它有的一个团临距离 大家都觉得 我不再是单个儿的一个人 你像我们 不知道大家看过一个电影没有 就是美国派的一个老师 为了试验 在一个班里面 试验一个独裁 一个纳粹团体很容易形成 在里面做的试验 就有一个学生评论很胆小 很懦弱的 经常受欺负的 然后他突然感觉到 在里面有了归附感 然后就变得非常残暴 也非常积极地迫害别人 然后后来在大家要解散 接触这个试验的时候 他甚至开枪打死了一个人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但是大多数人他都是善良的 善良的他不会有这种情况 他就是大家联合在一起 他就有了 依靠也有了追求 他就敢和独裁者 进行抗争的 而且他也有了崇高的一个 一个道德上的一个 自我说服的一个理由 为了大家的福利 为了自由 这个就是 而且他们是来可能把 军人和公务员 从独裁统治集团里面拿出的 因为这些人 他也可能也有良心 但是懦弱 德国且过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心理寸 所以独裁者就很 严防死守 就说某些宗教 某些宗教是邪教 然后就是当然 这个集会自由非常重要 你如果说 允许你有信仰自由 你只能躲在家里面信 你不能集会 大家不能在一起 把你的信仰体现出来 操作叫什么 礼拜啊 或者是 给大家一起去做善事 我不知道这个词在汉语了 我忘记它叫什么 就是实际操作吧 或者是 你就没法就 就什么 自己力量也没法 大家力量也没法合在一起 然后情愿权 情愿权也可以 什么游行抗议啊 示威啊 这都是情愿 如果没有这个权利 也不行了 你看中国就没有这个权利 那些访民们就只有去 就去上访 也可以叫情愿 但是这个情愿和真正的宪法 美国宪法的情愿权 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 你像国外媒体 都把中国的访民称为 Petitioner 情愿就是这个叫Petitioner 其实他们不知道 他们不理解中国 没有情愿权 所以他们要翻译 情愿者 这是不恰当的 他们也可怜的 大家很多人就说 人家访民 瞧不起访民 他们只会下跪 只会去上访 那怎么办呢 他们也要生存了 人首先要有生存权 这是生命权 这是人的生命尊严 是最重要的 你不能说因为他 你看不惯 你就让他去死 是不是 另外他有 很多人是 农村人 或者是城市平民 或者是城市里面的农村户口 没有城镇户口的 或者是下岗工人 没有经济来源 医保也没有 或者很少 还有孩子 还有父母 他在为他们考虑 荣辱负重 他们比很多人叫什么 中国有些话叫 慷慨就义 从容复死义 慷慨就义难 复死 也一死了之很容易 当然如果你说 让他去死 你更容易 嘴皮子一动 你又做了什么呢 是不是 你也没有为自己 自己的子女 自己的父母 自己的兄弟姐妹 人家自由去抗争 你反而让人家去死 是不是 而且你甚至连上访里都没做过 连情愿里都没做过 你更没有资格让人家去死 当然我也不会说是鼓励你去死 如果你愿意成为他的勇士 我当然敬重你 也会纪念你 所以大家尽量能帮 访民就要帮他们 不管是虽然他们很多就是偏执 文化也不高 那是没办法 你实在帮不了 也不要攻击他们 那第二项才是 吃枪水 但是 准确的说法 精确的说法 叫保持和携带武器的权力 保持就是说是你可以把枪放在家里面 你买一个枪放在家里面 这叫保持 如果你没有携带权 有什么用的 如果外面很乱 你不能带枪 那也不行 你只能 保持人 只能在家 人家在家里面攻击你的时候 你可以自卫 不能携带 也设到限制 所以这样 携带 保持和携带权 然后第十三条 就是废除奴隶制 这个就很晚了 这个就直到 林肯 发动了 解放黑奴战争 解放南方鲁州的战争 发生美国内战 才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 早期的南方政治研究 就是这个 道德败坏 绝对可以用道德败坏来说 他甚至当时 可能还是很受德高望重的 比方他出钱 办学校 办医院 但是他只针对这个 庄园主的家庭和子女 或者是这个 自由民 当时奴隶也不仅有黑人 也有白人 所以这个 人类秘史 就是有黑暗 有愚昧 有狭隘 慢慢走向文明的 然后第十五条 就是将选举权 扩得到有色人员 这就也很晚了 也经过黑人 不懈的抗争 还有 当时 后面会提到 这个 以后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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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一想 然后就是 第十九条 妇女的选举权 这个大家 应该就 他们就没有选举权 包括德国也一样 妇女以前 没有选举权 这个 绝对的 绝对的 将一半的人口 歧视 他们就是 成为男人的附庸 第二十二条 是对总统任期的限制 这个也是 很晚了 你们知道 这什么 一直到二战以后 罗斯福当年 连续霸展 四届 十二十三年 多少年 1933年到1945年 12年多 但是他是第四届 刚被选上 当了一个多月 就去世了 这个才是 绝对他个人的人格上的 一个污点 虽然他从实施新政开始 当时他是个人 因为个人的 比较坚强 比较强硬 克服了经济危机 世界经济危机 大萧条 然后也进行了福利改革 使大家都有了 基本的保障 不再食不果腹 朝不保夕 所以也提到了 大家的工作积极性 但是并不是说 离开他就不行了 他当时也 因为当时是二战 虽然他是一个 很坚持的 力排中意 很强硬的总统 但是我想换了 其他的总统 在他那个时候 也会那样做 毕竟当时的选民所需 选民就会选一个 这样的人 你像他去世有的总统 他搞了一两年的改革 民主改革 然后他去世以后的新总统 搞了六年 是七年 这个后面会讲到的 所以比他坚持的时间更长 是不是 当然他是因为早死了 如果不知道他也会 一直坚持到结束 八年 九年 然后就是 第二十三条 就是华盛顿特区 在总统选举中的投票权 这个大家不知道 他美国还有没有投票权的地方 华盛顿特区 他以前 大家对他的名字 可能不太熟悉 他以前呢 叫原称是 哥伦比亚特区 现在改名为 华盛顿 哥伦比亚特区 就为了纪念 乔治华盛顿 他们以前是没有投票权的 这个后面会详细讲的 为什么没有 这也显示了 当时的人们 他们这些 建国者 这些 位高权重的 这些人的局限性 无视民权 就是也有一点特权思想 这已经三十三分多钟了 我们就今天先讲到这吧 这个效果也很清晰 我一会上传上去 今天也是周末 所以大家 不用打扰大家太多时间去看 我祝大家就是 继续享受一个愉快的周末 现在国内已经是半夜了 所以 就是一个愉快的星期天 大家可以相关的文字介绍 但是文字介绍其实比较浓重 因为这太多 内容太多 我在文字介绍上 都是指寻一些 纲要性的列出来 具体的你们自己看的话 你们得去每一条 差不多每一条 你得自己查资料 而且在国内 查阅也不方便 一个是很多有意义的资料 都被屏蔽了 网站都被学术 网站都被屏蔽了 另外一个就是 很多资料汉语的都不精确 英语啊德语啊这些 所以我是尽量详细的讲解吧 你们可以看看 然后就是 这是一个方面 我在那个直播中讲的 在这个录播没讲 开头的时候 录这个视频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 就是让大家了解 真正的民主 是如何运作的 虽然大家对电视啊 报纸啊上面 对美国的选举 也介绍的比较多 但是大多数是 对它的细节 操作细节 是一带而过 甚至没有提 主要是对他们抨击多 或者是这个 看热老头 就没有介绍到 真正的 深入的内涵方面的细节 我希望呢 就是大家对 通过对这个各种 国家制度的比较啊 各种不同的政治制度啊 包括发抖国家 不发抖国家的 落后国家的 甚至包括俄罗斯 中国的 在这些比较中的 还有包括一些 危险 威权国家 新加坡 还有难国家 印度的制度 印度呢 真是 还有南非 这是难的没法说啊 你不看不知道 但是他们是民主制 所以还是整体上 优于中国的 我就希望 大家了解了以后啊 就是能够在 将来的 争取民主运动中 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和 和切合时机的 推进 计划 和细节 我为什么要争取民主 以及如何在 如何在争取的过程中 有效的 符合民主 自由原则的 制定相应的规划 这些行动方案 具体的行动呢 就是在我们网站上 有很多这个 学术性的 包括实践性的 就特别多这个 你像那个 金夏普博士 他研究了世界各国的 革命运动 他提出了这个 新力量 就是 非暴力革命运动 他认为 非暴力也是武装革命 只不过不是用枪炮 而用科技 用新的理念 武装人的头脑 人的意志 所以这也是一种 武装革命 另外就有很多 当前当年 东非 东欧 北非 他们这些 民主运动 抵抗运动 公民抵抗运动的 组织者和引导者 他们也经常 给大家培训 其中特别重要一个 是在纽约大学的 一个五天的培训 有13个视频 视频加起来是 13个小时左右 有的视频短一点 30分钟 20多分钟 有的长一点 一个半小时 将近两个小时 加起来就是 13个小时左右 平均每一个课时 一个小时左右 有中文字幕 非常详细 这个大家可以参考 然后就是 吉恩夏普的介绍 这个他那里面 也有很详细的 然后还有其他的 公民抵抗运动的 组织 录制的 大家对我们网站上 都能找到 也可以搜索 行动策略 里面有 然后就 大家看一下 私下的讨论一下 你也可以下载 我那上面都写了 如何下载 有下载的教程 说明 然后你们可以 私下的小范围的讨论 观看 制定策略 互相讨论 然后模拟 这非常重要 很多人就是 民主票业 或者是浪漫主义 天天在家 忽想八想 这是没有用的 也不要去 成天攻击这个 那个的策略部队 没有行动 原来行动 你不知道 你知道郭贵行 做了什么 你不知道 但是共产党知道 把他判那么重 秦永敏 你知道他做了什么 你也不知道 是不是 刘贤明知道 他做了什么 你也不知道 所以很多人在做 你不知道而已 不过魏京生 他也在做 很多人不知道 当年欧盟 2013年的时候 欧盟和我聊的时候 问说 你们没有资源吗 怎么都是自己在想办法 他说我们每年给魏京生很多钱 我说这方面我不了解 我不能做评论 但是他肯定这钱用的是适当的地方 因为还有很多国内 还有中国还有十几亿别的人 他们肯定也在进行相关的运动 魏京生虽然和我没有直接联系 没有资助我们的活动 但是这些东西他肯定他要保密 他资助了谁 他也不会公开 所以我不知道 大家都在做事 你看魏京生平时也没有享受什么豪车 也没有享受什么 穿的也不怎么样 形象也朴素 是不是 就是做事的人多 你关键是要做事 你成天就 你像国内的真正的志勇 双弦的人都被限制自由了 都被共产党严放私守了 要么在坐牢 首先最严重的要么死了 像曹春丽 梅王阳 彭明 是不是 还有很多 要么在脑里 也国费雄 刘贤兵 秦庸敏 还有后面的很多 一下秘诀不能完全秘诀出来 还有就是被限制到家 的像十九字友或者失踪 也像高之胜他们 是不是 还有曾江桓先生也在 不知道他会怎么样 我对他做的什么事 我也不了解 但是他现在也很长时间没出来了 是不是 就是包括王全璋 这大家都 一个人不要失望 你自己没做什么 或者你没看到别人做什么 那是因为一个是你智商有限 第二个是因为你的 见识有限 所以关键是要多学习 多了解 学习是第一步的 先学习国外的一些先进心 包括对各国的政治制度的了解 开阔的眼界 你才会有更开阔的思维 更合理 更合乎逻辑的思维 中国就没有进行逻辑教育 他不像 你想这边 学校学生从中学就开始 你就必须你在那个 寒熟假期间 你必须要写论文的 各个不同的行业 要查阅资料 很多人采访我 因为什么 因为他要了解中国的情况 说实话 德国的图书馆也好 什么对中国的报道非常少 我最近被要求写一个 中国的民主化的前景的 一个文章 我就找不到英文法语的资料 德语的资料 找到也都是很早以前 那是在 还是在 中国当时言论自由 相对开放的一段时期 就是在 在文化大革命以后 八九以前 但是呢 真的太落后了 我都不得不找报纸 国内的报纸 甚至是 而且德国的这个写论文啊 你网站上的信息 他 他 不存了 他说不可靠 那怎么办 我就把我那个 曾经写的一些文章 他后来发表的一些 公文杂志上 香港的杂志上 我就把那些运了 那个 然后 他们那个叫出来 说 你这抄袭啊 我说 你看看 这是我的名字 他说 所以就是 人家呢 你像那么小学生 初中是高中生 人家就会找到我 他能找到我才 他在网上搜了 搜中国的情况 然后就搜到我的名字了 搜到我的资料 然后通过联系 他们通过德国笔会 联系 找到我的名字 或者通过这个 就能保释 市政府找到我的名字 找到我的联系方式 人家这个社会实践 社会经验 所以他们人也都很 叫什么 宽容 你像他们之间 你像我在这儿来尝尝 我看到黑人 我没觉得他是黑人 我没有 你像在中国的时候 为什么会觉得不一样 因为他少 你没见到 为什么中国人看黑人 或者看外国人 都是一个长相 因为你在一个地方 如果方圆十里一百里 都是只有一个黑人 你只用记得他的颜色就行了 你不用记得他面目长相 所以你觉得 他没法分别 其实不是的 但是每个人的面目 长相都是差别很大的 所以这个眼界非常重要 我建议你们 有机会的话 你就到国外去 学习半年一年 或者送子女到国外去 学习半年 或者你去打工 哪怕工资非常低 也可以 你要看 你要观察 看人家国外人怎么生活 那洋溢在脸上的放松 那和善 给你感觉完全不一样 你看我在这边看 你根本就不用操心钱的 你直接去了 或者你之前打个电话 你给你的医生 说我什么时候 说你有没有时间 我什么时候过来 然后他根本就什么都不用 他知道你 他认识 他也有你的资料 你也不用出生你的医保卡 什么都不用 然后你也不用操心付款的问题 他们直接给保险公司接 那项就是 他哪有忧虑的 他即使失业了 然后或者是 女人生孩子了 他父亲俩都有 这个 就是父母津贴 然后子女一直到 如果他不上 他到18岁 他到18岁以后不上学了 政府支付儿童金 叫 孩子金 到小孩金 到18岁 如果他继续上 一直上到25岁以后 他就政府一直支付到25岁 你想想 而且德国的父母也 对子女独立性要求很高 他这 每个月是 政府补贴多少 两百多 将近三百万 他父母还会扣一部分 他说这是我们 你在我这住 在我家吃住 我们要扣一部分钱 剩下的就这钱给你 实际上这钱是给父母的 父母毕竟还对子女有爱心 扣一部分 他就是为了让子女知道 你的自己自私情义 所以我们中国思想观念 得大大的烦心 这个很清楚 所以我发上来以后 希望大家能够 在有所启发吧 抛砖引玉 我们的 我一个观念一致就是 发现不同道 而不是去企图改变某些人 他们出于自己的考虑 出于恐惧 或者出于既得利益 一个是被迫的 就吹恐惧 一种主动选择作恶 或者是做沉默的大多数 大多数 那样的人我们没办法改变他 我就发现 希望在这过程中 找到同类勇敢 这种自用双钱的人 也愿意做出 为社会贡献 做出自己的努力 当然这样的人 更负担于多数 社会改变就是有这样的少数 自我牺牲者带头的嘛 当然最终的改变 需要大多数人站出来 今天就先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能够 我们能够共同努力 关于我的历史 有些人知道 有些人不知道 我们祖孙三代 就是为了这个目标 做出了很大牺牲 有好几个人就死于非命的 然后也坐牢的受酷刑的 将来再讲吧 希望大家能过一个愉快的星期天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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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